而针对这个端午廉价 天灾导师的苏华公路中断 总统蔡英文 她就在脸书上也做出了回应 总统蔡英文6月1号 在脸书上表示 天灾有时是难以预测 但政府的责任 就是要随时做好准备 政府不敢忘记 花冬的乡亲们 是镊字在字 就是要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要改善东部的交通 靠的不是交通中断时的口水 而是平常的实在准备 总统是希望各界 能够放下党派的成见 支持前瞻基础建设 加速花冬交通的改善 这是总统蔡英文 她在脸书今天的最新的回应